一个状况就是说 这个宏都拉斯 这个政变的总统赛拉雅 他怎么会也到了现场去呢 而且他坐的位置呢 就刚好安排是在马总统的旁边 总统好 总统好 大家好 总统好 大家好 总统牵着夫人 准备参加巴拿马总统 马丁内利的就职大典 本以为这一趟 跟宏都拉斯总统赛拉雅 无缘相见 典礼还没开始 最新消息传来 马总统请问您叫 赛拉雅有来的 总统和总统夫人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漫长等待 终于开始参加就职典礼了 就职典礼上 宏都拉斯总统赛拉雅 突然现身 而且就坐在马总统的旁边 让外界相当好奇 两个人会议有什么互动 暂时回不了宏都拉斯 赛拉雅到巴拿马 寻找国际舞台 大部分时间 总统都带着翻译机 专心聆听马丁内利之词 不过中间还是抽空 主动找赛拉雅攀谈 结束后赛拉雅拍拍马总统的背 不忘跟总统握握手 艰难时刻 最需要朋友 即使他不是总统 已经是我们总统的朋友 就是老朋友的话 见面也应该相互质疑 我想不会 我们的了解上 尼加拉瓜总统跟外长都不来的 因为他尼加拉瓜首都的市长 突然自杀身亡 本来根本掌握不到赛拉雅的行程 却意外见上一面 尼加拉瓜却又发生意外状况 九一之旅处处是惊奇 外交部硬着头皮 应付各式各样突发状况 只能以不变 应万变 这边新闻黄英群 陈文如 巴拿马采访报道